所以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书 是释迦牟尼佛的教书 它跟宗教不相干 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 用今天宗教 这个定义来看佛教 佛教跟它不相应 因为宗教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要有一个造物主 要有一个真神 佛教没有 佛教佛陀 菩萨阿罗汉都是人 不是神 也不是心 那么这些名词都是繁语 英语过来的 是佛陀教学里头学位的名称 最高的学位叫佛陀 像我们今天学校的波斯学位 第二个学位 就好比硕士 第三个学位阿罗汉 好比学士 你修行到某一个阶段 你拿到学位了 我们称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文殊菩萨 这个学位上面 带上带上他们的所学的功课 带上他们的所学的功课 像波斯里头 有哲学波斯 有文学波斯 有物理波斯 菩萨 不向佛经学习 只是烧香拜拜去祈福 把佛菩萨统统当成贪官无力 送一点贿赂 他就保佑你了 这种行为是侮辱佛菩萨 怎么会得到保佑呢 没这个道理 这个就是破剑 好心 好行为 行没有破 剑破了 现在谈到宗教 谈到佛法 社会大众非常陌生 都以为是宗教 是迷信 不能怪社会大众 怪宗教信徒 佛门弟子 没有认真 依照佛陀教诲去学习 没有把这段事情 讲清楚 讲明白 最重要还得做出来 表演出来 大家看到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这个才是佛的 真真 弟子 也认真 这不是闹 什么事 感谢观看